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三位主任人 胡言师父 罗教授 罗教务长 罗政大的代校长 我们杨培贵 杨教授 杨教授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大家早安 今天是中华民国101年6月16日 六六大顺 看到师父这么忙 连衣服湿搭搭 龚师姐拿的衣服一直要她换下 她都舍不得 说这样子比较凉爽 我们很担心她早两 她每天都这样子风浦纯层 几乎马不停蹄地在转折 对世界和平的这么一个大愿 师父也是把她当作是一个终身的置业 也是本中门的置业 所以尽管是这么的忙碌 刚刚在接待两位教授的片段时刻中 电话一直接着不断 这个招 那个招 这个问 那个问 但是她把世界和平的论坛 当作是她最 所以希望我们共同来参与 也希望说能够借着这么一个参与 而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教化 更多的造化 让我们共同来追寻 所谓的大小世界的和平 今天的论坛 我们除了师父从宗教的角度来谈 世界和平以外 我们敦请的两位教授 一位是罗中涛罗教授 罗教授在政大时间很长 她比我还年长 不过长我一岁而已 不过就学问 就工作之力 都比我更资深 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学者 在院长任内 教长任内 还代理过政大的校长 她始终也是那么样的温和 尤其让我非常感念的 有一件事情 当我跟黄教授结婚的准备过程当中 正说说要找房子 她居然是把她原来住的公家的 政大的宿舍的房子 因为我们有植物宿舍 因为植物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个比较 坚韧的植物比较重要的工作 有宿舍 她居然就告诉我 她搬去我租的房子住 把她原来的学校的公家的房子 让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我一直非常感念 在现在来说的话 恐怕是不容易 在当时来说 也真是不容易 所以我非常感念他们两位 选抗力 杨培桂 杨教授 各位别看 她是气功非常好 功力十足 在我们在座她是 比我们都要年长的很多 但是她在台大历史系毕业以后 就唯一一年下放到台南 她到台南 我们乡下北门中学去教书 我是她一年当中唯一教出来的学生 所以我现在所记得的 不管中学大学的老师 都没有联络 或者是都已经不在 但是只有杨别桂 杨老师 跟我特别介绍 我们今天杨师母 杨别桂 杨老师 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她从头到尾上课 到现在 那同样的 她是一只拿着几只粉鼻 什么东西都不带 但我们那个时候的同学 到现在台北的有十几个 常常去聚会 跟老师吃饭的时候 同学呢 有将军 有教授 有校长 有企业家 有的都会当场把她当年 讲课的东西可以当场背出来 可见老师不错 学生也不错 那杨别桂 杨老师是 这段恩怨非常的特别 我是高二的时候她的学生 不过她退休的时候呢 退休证呢 居然是我的名字 因为我当校长 她呢 在学校里头 当教授 当教务长 当校务主任也是退休 所以人生的渊源呢 有缘就能够聚会 相逢自是有缘 所以我今天特别安排他们两位 他们都是文史则 非常深厚的行家 那请他们两位呢 跟师傅呢是从宗教角度里头 来谈我们就整个文化的弘扬 就整个所谓的社会的善行 如何来共同出 我们整个的世界和平 我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下面我想请师傅先赐个欢迎池 谢谢 杨院长 黄教授 楼校长 还有杨教授 杨老师和师母 我们在座所有的法师 以及我们现在在构教室 今天共修上课的一二三四五届的所有贤士同修 今天呢 六月十六日 是我们在一次世界和平发展的论坛 我们很高兴啊 这么多年来 我们杨院长他从学校退休以后 我要请他导教持航进入宗教 学士和宗教 以宗教的思维心灵升华 将学术呢 然后更加的用心 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从外表又进入心灵无量节来 大智慧播放一次 那在这么多年来 我从一面走一面学的情况之下呢 到今天来呢 总是也有一些很好的成果呈现在社会过界 尤其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 大家都社会人 再学习是非常重要 那刚才我们杨院长他所开示的说 我们杨老师高中教他 等到杨老师他的退休 那个后面签的字是杨吉东 杨校长 这个就是最好的宗教思维 宗教境界 我们世间上无论哪一个国家 王侯将将换夫手足 若是有这一个思维 这个见识 我相信人会尊喜情缘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从宗教 宗教的知因和知果 因果之间是缘嘛 所以我就请今天也请我们的罗校长 他也是对于宗教上呢 非常有研究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因缘呢 就请两位教授呢 校长呢 请你将你要带回去的 把他呢 布施出来 不要等到回去的时候 哎呀我当时忘了留在世间 那也太棒了嘛 我们两位老师教授呢 那一天我们宴会的时候 我说拜托拜托拜托 把好的心法留下来 以后再走 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要很感恩 两位教授 我们用鼓掌 我们来谢谢 我们益经大学 是社会的大学 大家退休了以后 或是在社会上的事业一个段落 或是还在做事业的时候 我们不肯就渐渐把中华文化道童 益经佛学宗教 慢慢的把从内在开发出来 这些都是每个人原来就有了嘛 结果呢我们都忘了 所以我们也今天借这一年 两位我们的教授呢 把庙华布施出来以后呢 这个华布施呢 就是满三千大千世界琉璃珠宝的珠宝 还比不上法的布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呢 请两位教授 给我们最好的用法布施 开发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谢谢 谢谢师傅的支持 我们接续呢 就先请罗教授来先主论 因为今天中午我们在座 有一个毕业参会的活动 这我们时间呢 预定用到十二年二十分 不过我们先请罗教授主论完 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暂时休息十分钟 然后再请杨教授呢 在第二阶段再继续 那么第三阶段 就是各位如果是有回应 或者是想交换意见 请教的我们就用在第三阶段 我们时间原则上 就用到十二点二十分 我们现在先请罗教授 谢谢 主持人 杨院长 我们的混员师傅 这个我们这个 是杨老师 杨老师 杨老师 还有我们各位法师各位大德 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从敦煌学的角度 来看世界和平 大家可以容许我坐下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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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杨院长 吩咐我要来这里跟各位见面 他给的题目就是说 我从什么学来看世界和平 我想来想去我什么学都不灵光 敦煌学也不灵光 只是说我涉猎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稍微熟悉一点有关的资料 所以我就看到说 敦煌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多民族的 多文化的一个地方 我想这个地方也可以说 是一个世界融合的一个 算是一个点吧 所以我想说以它为例来看 那简单的说 敦煌在早先就战国以前 那这种地方呢 就是所谓西融 东夷西融南蛮北地 大概西融活动的一个地方 这个到了汉武帝圆顶六年 也就是西元前111年的时候 在这里就射郡 射郡当时的目的 大概主要是军事的问题 也就是越匈奴呢 就是在北方 从东北到西北 这样子来回的这个游牧 当然也跟农业民族就有一些冲突 所以在汉初的时候 匈奴是比较占上风的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他的一个就准备有所反击 所以他呢就有一个战略的部署 就想在敦煌这个西方的这个地方 来设一个郡 来设郡 这时候军人呢就在那里屯田 另外呢中原也会迁来一些农民 那这个地方的面积 就是说敦煌这个地方 现在是甘肃最大的一个县份 它的面积大约是 三万一千多平方公里 但是它绿洲的面积 只有一千四百平方公里 也就说绿洲上敦煌这个县 这个大概面积是百分之四点五而已 不到一层不到半层 但是就靠着这个绿洲 来养活当地的人 跟过路的一些商旅等等 那么它这个地方的是非常干旱 几乎是全中国这个年雨量最少的 大约是年雨量呢 是二十七毫米还是多少 那就是非常干旱 而它所蒸发的是上千毫米 所以就更干 那它怎么会有绿洲呢 主要就是在南边有麒莲山 麒莲山它就积雪 冬天就积很多雪 到了这个天暖了 它就融了雪水 大概就是从那里引了一些沟渠 现在在那里主要就叫做党和 就党和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长久的我们不去提它 就是说这个地方 一直一直到汉唐 差不多都是以汉人为主吧 以汉人为主 但是还有其他的种族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 但是到了这个安史之乱以后 这个中央的力量已经够不上了 已经没有办法来维护 这么边远地方的一个主权了 所以到了唐德宗 因为唐玄宗的时候 这个最后一年就是按路山造反 后来他的儿子即位就是唐宿宗 唐宿宗在位是六年 那么唐宿宗过世的时候 安史之乱还没有平 一直要到他的儿子代宗的时候 安史之乱就说前后应该算是八年 那么这个代宗以后就是德宗 就是德宗 在德宗大概建宗二年 也就西元七百八十一年的时候 敦煌他守了好多年以后 就沦陷给土伯 也就是从西藏那边过来的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帐包 那时候叫做土伯 那么这个在土伯统治呢 就有六十几年 一直到大宗二年 就到了唐宣宗大宗二年 也就八百四十八年西元 这个在当地出生的一个叫做张义朝 他就起义 到大宗他就派了他的哥哥 就带着敦煌这里的地图 去献给朝廷 就献给朝廷 但是因为当时很乱 这个还是土伯在周边 还是很强大的势力 所以他绕道到内蒙古那边 所以他一直到大宗五年 大宗二年开始 就是张义朝起义 然后呢 他在大概大宗四年左右 就派他的哥哥张义坛 带着地图去献给朝廷 但是就绕了这个一年多 到了大宗五年 就是八五一年 他才到长安 大概情况是如此 那这个就是说敦煌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敦煌这个地方 怎么会有一个叫做穴 就是敦煌穴 因为世界各种学科的 叫什么学什么学 都没有用个地名 来取作一个学术的一个名称 没有 独一无二的就是敦煌 那这个敦煌穴 这是怎么来 它的内涵大约是如何 我就要的向各位做个报告 这个敦煌穴这个地方 一直是人文晦翠 但是到了清光绪二十六年 大院也就是一九零零年 也就是庚子年 也就是八国联军的那一年 这个在现在敦煌石窟的编号 是第十七窟里面 就发现一个密室 密室里面就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资料 现在世界把各地方收起来 因为早先大家统计的数字是 两万多件 但是到最近的数字 好像是有五万多件 五万多件 各行各色的 有不同的语文 有不同时代的一些资料 藏在那里 我们现在没有工夫来谈 为什么会藏在里面 发现的详细过程 我们都没有工夫来做报告了 那么这些资料是从北朝 经过所谓北朝就是北魏了 就是托巴魏了 一直经过隋唐 到北宋初年的许多的文献 这许多文献发现了以后 就引起国际的一个注意 一个国际的注意 于是就有英国人 有法国人 有俄国人 有日本人 后来就是美国人也有 都来这里想办法 获得一些资料 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斯坦英 他拿到英国去的 他是第一个来的 拿到英国大英博物院里面的 他拿的是最好 但是他是一个典藏 古物的一个角度 所以他拿的就是说 写得很漂亮 卷子比较完整的 但是后来来的法国人 薄熙和 因为他是个汉学家 他也曾经在东郊名巷 也就是北京做过领事 所以他中文也好 汉学也懂 所以他拿的 拿到法国巴黎 国民图书馆 那个卷子有的破的 有的缠的 可是他有眼光 所以学术价值是比较高 等到清朝知道 就说要赶快送到北京来 因为有学者 罗振玉王国为他们呼吁 要把这些东西赶快运来 所以在北京也大概有个 八千多卷的样子 但一路也善意 因为从敦煌一直要到北京 这沿路的地方 关那是清朝末年 都要拿他一点 一直到了北京 也没有立刻送到政府 这个押运的人先押到他家 连夜先到他家 所以大概又流失了一些 那俄国人文风而至 日本人也不落后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就散在很多地方 但是以几个地方比较为大中的 一个就是在英国伦敦 一个就是在法国巴黎 一个就是在北京 那俄国数量比本来预期的多 因为他长时间没有去整理很乱 等到整理出来发现资料也很多 还有日本 其他就是说在台湾 国家图书馆有一点 有几卷佛经 有一些 在丹麦也有 在美国也有 就算在还有在中国诗人所藏的也有一些 那这许多的资料呢 大家就很注意 就加以整理 这个时候 在1930年的时候 一个中国的学者叫陈环的 他呢 就是编个目录 就敦煌节鱼录 敦煌节鱼录 他编一个目录 而当时一个大学者陈寅克先生 就在他这个上面写序 序就把它称作 说这个东黄学 以后会发扬光大的 所以东黄学的名称 是1930年开始有 而它是一门很综合性的学科 因为那资料很多 而且又很庞杂 又很庞杂 这个 例如研究中国的史地 尤其中古的这段时候的历史 地理 还有中国文学 还有考古学 艺术史 还有语言学 语言学 语言学 就是说 中国的生运学的一些书 像说《切运》 在宋以后都看不到 都是广运 就是宋人编的 里面有切运的禅卷 是隋朝这个陆法研编的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 一个语言的变化 在这里都有很重要的资料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语言 里面许多素特语 什么之类的 所以在研究这个地方 就宗教 在那个时代的宗教 甚至有许多牵涉到 古代的科技 还有中外文化的交流史 等等 都在这些文献里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在这里有中国文化 有印度的文化 有希腊的文化 也有伊斯兰的 这四个大的文化体系 汇集的地方 大概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 是这四大文化都在这里 来汇集 这个现在所谓敦煌学 它又扩充到吐鲁番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几种文化在这里 怎么交汇 而且它发生了什么的影响 发生了什么影响 那么 这个 我现在举一个 一些最简单的数据 我们就晓得这个里面 有些包含些什么东西 第一个 刚才讲到 从一个密室里面 就发现了 有许多的 这个 应该叫做写卷 一些文书 文书 我大概刚才提到了 里面有佛经 有儒家的经典 有中原的文学作品 另外 就是包括一些迅蒙的书 就是教孩子 这个迅蒙的书 而且还包含着 一些通俗文学的 一些作品 还有就是 他们的社区的一些公约 还有一些 这个 这个 这个租赁的 一些单据 还有借贷的 一些单据 还有一些应用的文书 就是说 人家 这个家里有喜事了 那应该写封信 去道贺 这封信应该怎么写 生儿子 要怎么写 生女儿怎么写 生这个 就是说 里面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庞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在密室里面 就是他的 在墨高窟这边的 现在的编号 好像是到493号 的洞窟 大大小小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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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受到 破坏的 有些是自然的灾害 但是有的 破坏的 我举比较严重的 就是 在民国初年 还 应该是民国初年 就是有一些 他俄国 不是革命了吗 俄国革命的时候 有一些白恶的军队 这个 败了 就 逃到敦煌 逃到敦煌 那么就坐在寺窟里面 就在里面 煮饭 烧 烟熏 所以也 也就损坏了 不少 但是 现在 残存的 他这一个壁画 他的壁画 就有 五万多平方米 五万多平方米 其中最大的一幅 是有四十多平方米 那他的绘画 就有这么多 当然是有不同的朝代的 他的这个塑像 因为那里 没有坚硬的石头 可以来雕的 他是要用泥土来树 来树的 这个树像 一共有三千多深 其中 这个圆雕的 就是立体的 大概 占三分之二 其中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浮雕 就是一半的 这种 那里面 各种造型 例如说 释迦 然后 这个 大家社 他是比较苦修的 另外一个很 最漂亮的是 阿南 阿南 就是 漂漂亮亮的 这个是 佛的 侍者 另外 有些 许多菩萨像 看到菩萨像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有好多尊 这个 思维菩萨 思维菩萨 这个思维菩萨呢 这个 因为我看到那个 思维菩萨 我就联想到 罗丹的雕刻 就一个 陈诗 大家看陈诗 有个男的 这个 这个没有穿衣服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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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童雕 然后他就很苦思 就 就在那里想 那思维菩萨的造型 很不同 不止一尊 有好多尊 他呢 这个 都相当的 放松 他做的是随意做 多半是随意做 然后呢 就是一根指头 轻轻的放在 这个脸颊上 表情很轻松 我就觉得 有一点羡慕 思维 不一定要像 罗丹的 那个陈诗 这样子的 皱着眉头 那么苦 但我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罗丹的 我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我曾经问过 我的孩子 小孩 他们小的时候 我问说 你们看 这个罗丹 他在想什么 因为他是没有穿衣服的 所以我的孩子 所以我的孩子说 他大大想 他的衣服 掉到哪里去了 因为他上幼稚园 常常把毛衣就掉了 他大概觉得最苦恼的事情 就是衣服掉了 那么我光举这几个 一个五万多卷的文献 这个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 这个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 三千多深的这个彩树 这些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所以可以研究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们不要 如果没有工夫来谈 我就讲到第三个这个单元 就是来讲到敦煌 这个他有些什么种族 敦煌这一代呢 这个种族是很复杂的 好像说有一种叫赛种 这就是本来在战国以前 就边塞的塞 这个本来是姓允 我们就讲允许的允的容忍 在战国以前 我们找到的就是他居住在这个地方 后来也有肉汁 有乌孙 有匈奴 有这个枪 枪里面他们在分有党项 但也是枪的一族了 土玉魂等等 他们呢在这个地方来住的 这个 所以刚才说 他是各路人马交汇在这里 但是我就把它大概区分他们的文化 大概把它区分成三大类型 一个就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 是游牧民族的 就像匈奴 像乌孙 他们是以游牧为主的 有一种呢 就是以商业为主的 就像是昭武九姓 就是王昭君的昭 文武的武 昭武九姓 这个所谓昭武九姓 是在唐朝的一些部族的名 因为刚才提到 在当时这个地方 本来是在汉朝是肉汁 后来匈奴就打败了肉汁 肉汁呢大部分的人就西迁 西迁呢那个叫做大肉汁 少部分的人就留在那附近 还是在现在的甘肃青海这一带 就叫做小肉汁 那么到了这个第五世纪末 这个在西方的这一个大肉汁 它本来一个统一的一个王朝 也就在现在的巴基斯坦 什么这种地方的 它呢王国了 王国 那么它的一些部姓呢 就建立了许多小国 就是他们所在的一些绿洲 他们就都建立一些小国 那他们就有九个姓 九个姓 一个就是康 健康的康 康居 一个是安 平安的安 一个是史 历史的史 一个是石 石头的石 然后有的是姓米 有的姓朝 有的姓河 有的姓河 有的姓火巡 雾地 这个我不详细去说它 这其中有两个大家知道 比较有名的 一个就是安禄山 它就属于这个系统 还有个姓石的 这是后晋的石敬堂 我们说它是尔皇帝的那个石敬堂 它呢就是这个也是朝五九姓之中的 他们是肉汁人 肉汁呢它本来也是有农有木 有农有畜牧 但是我现在所指的这一批呢 它就是沿着这个思路 就从这个大概有的地方就靠近伊朗的东边 伊朗东边 然后一路过来 它终点站也不是说就是长安 它会继续往东 一直可以到现在的韩国这种地方 他们来回 所以安禄山造反的时候 它是在东北反起的 它并不是在西边 这个 那为什么叫朝五九姓呢 因为他们的都说他们的祖先 都是出自这个河西 也就甘肃这里的朝五这个地方 朝五地方在现在甘肃的临泽县 临泽县 他们所用的语言叫做树特语 树就是一个东西的西下面一个米字 小米的这个树 这个特别的特 他树特语 他们这些人呢 是眼睛比较深 鼻梁比较高 胡子比较多 那他们呢 本来是农牧 但是有一批 尤其这个朝五九姓 他主要就是 是商业的 这个后来他们也就散居在这个 所谓思路的沿线 唐朝呢 特别就 弄了一个重画箱 服从的从这个感化的画 从画箱来安置他们 后来他们呢 就渐渐的跟汉族就融合 就融合 那比较起来 这个游牧或者商业 他们呢 他们呢 对敦煌来讲 他们觉得是 他们是过客 他们是过客 另外一个文化 就是以农业为主 以农业为主的 就以汉族为主 这个 这个 结果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我们来检讨 这三种文化呢 似乎 这个 以汉族 就占了优势 也就是说 农业的文化 好像比较占优势 但讲优势 有一点 这个 好像 有一点要平定它的高低的意味 我想也不是很好 大概就是说 汉族在这里 是一个最大的安定的力量 这个农业为主 刚才我提到 游牧也好 商业也好 他会把这里当做个过客 但是农业呢 他呢 一来就修沟渠 就要饮这个 奇连山的血水 来灌溉它的绿洲 然后呢 它们种的东西 就是要砸根 就要砸根的 所以它会 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安定的力量 可以让自己有水喝 植物有水喝 过客也有水可喝 大情况是这样子 那么 这个 假如说我们来观察 这个 这么漫长一段时间 这个 汉族 跟 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汉族 为主的 但是其中 我刚才提到 吐蕃 来占领 敦煌这个时间呢 是 有六十几年 就超过一个夹子 那么两厢 比较之下 这个 有些不同的地方 例如 吐蕃 他在 占领这个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 就有一种 人 就是 叫做 挖墨 挖墨 挖是一个 一个 温度的温 那三点水 改成个口子 末了的墨 这挖墨 还有挡象啊 羊铜啊 什么什么 很多种族 还 很多种 部族 加上 汉人 这个 打败了的 那么 这个 土博人呢 对他们 是比较 苛刻的 如果您 这些 这些 你 在 未够 空 和 什么 尽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